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元朝都城 大都 在交通不发达的老北京 北山果子西山梅都是靠骆驼驼来的 每天清晨 由外部归来的骆驼 早早助力在城门外 等开门 队伍排出去十几里远 城门一开 驼铃清脆 驼队步入内城 行人车辆纷纷让路 大人小孩习以为常 那时几乎村村都养骆驼 甚至出现了养驼专业村 规模达一千多头 家家都是驼户 把城里人建房子用的装瓦和过冬的煤炭 送到城外的集散地销售 黄包车起源于日本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传入中国 所以也叫东洋车 洋车 最初和双人同坐 后来清政府认为男女同坐 又生风华 在1879年禁止了双人车的运营 这就解释了 影片中的黄包车为何都是单人车 如果细心观察 可以看到画面中穿和服的日本人 1937年 北京沦陷后 大批日桥来京居住 到四十年代初 北京的日本侨民多达三四十万 这些日桥 百分之九十九 选择在北京内院居住 因为北平外厂街道狭窄 房屋低癌简陋 而内厂则街道整洁 院落宽大 房屋高长 但多数日桥的住房 都是用卑鄙手段强占而来 无限房主是抗日分子 不良分子 把人赶走 就算他们花钱购买 也只出市价的百分之四五十 景泰兰也称铜台加斯法郎 长期只在宫廷监管下制作 在十九世纪流入民间 名列燕京巴掘 这种地毯干样式应属宁夏工艺 以四股毛线制成 是以简单的花卉图样 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 在明清时期 装供皇室和官员使用 京坛也属燕京巴掘 在故宫仓要超过九百件 七七事变后 日本人控制了中国海关 浴火大量涌入中国市场 按规定 北京的商豪必须加入 以日商为首的各铜业工会 否则不能营业 除铜仁堂等少数店铺外 北京的手工业大部分被排挤出去 传统手工业濒临灭绝 拿京坛举例 1939年以后 日军加速对中国沦陷区 战略物资的掠夺 羊毛也称为 受日军控制的战略物资 地毯颜料来源断绝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海运封锁 以欧美国家为主要出口国的地毯贸易 停止 北京大部分地毯厂停产倒闭 身穿传统满足祈福的女孩 缓步走下楼梯 在镜头前展示祈福的华美 笑夜如画 这是在重大场合才会穿的礼服 新海革命后 在排满风潮的影响下 满足妇女 出于安全考虑大多患上汉人服饰 祈福 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索纳声中 富商的出兵队伍甚是体面 按照习俗 长子打翻走在最前面 次子抱灵牌随后 其他亲属手持白纸会 胡承的哭丧吧 跟在后面 送赠队伍出城后 一般亲友告退 杠夫数量减少 只留下古月般和尚前往墓地 其余直视撤出 灵九抬到墓地后 待及时下葬 下葬时 孝子桂林 古月升起 和尚高声诵经 丧家将花圈 晚连纸气焚化 孝鼠和亲友 在杠夫帝过来的一揪土内 抓一把羊入墓坑 随后杠夫舔吐成堆 将招魂帆插在坟头 待一切完毕 众人除笑回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